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相信大家很多都想知道 就是说为什么比特币在创新高 然后矿股一直在跌 我相信大家现在的情绪肯定是很难受 包括自己,我自己也挺难受的 就是说看着自己的账户不停的在缩水 然后和它相关的标的 那比特币一直不停的在涨 虽然我有一些比特币的仓位 但是我的矿股的仓位明显要大于我的比特币 特别是我大部分的钱都在免税户头里面 想要做一个避税的事情 所以我才没有去买那么多的比特币 然后就选择去投资和比特币最相关的矿股 结果现在这矿股表现成这个样子 我就看到推特上还有一些博主 就打算换了 没有信仰了 就觉得这不行了 然后可能就去追MicroStrategy了 去追Coinbase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这些矿股都是红的 那Bitfarm跌了10% 然后MicroStrategy涨了23% 然后Coinbase涨了11% 对吧 然后就觉得很奇怪 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Bitcoin涨到6万8了 又突破了一个新的高点 现在是7%的涨幅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就是说 我还是那个思路 就是说我没有必要去纠结它在每一个时期的涨跌 但它这个时候确实很难受 所以我假设这期视频就让大家就可能给大家找点安慰 或者说看看我们能够从中发现什么规律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做一个类比 那么比特币最像的是什么呢 最像的是黄金 所以我们就看看黄金在过去的一些牛市里面 和它的就是挖金矿的股票表现是什么样子的 我就找了这张图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黄金和黄金的就是挖矿股 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黄金在牛市的时候挖矿股就表现得很好 这是一个点 就是有两个时期可以证明这件事情 在2000年到2011年的这个牛市里面 就是说你看黄金涨了大概5倍左右 5、6倍左右 然后矿股快涨到6倍左右了 然后在中间这段时期 基本上是就是跑赢的 然后在2015年到2020年 那个黄金牛市也是一样的 那个挖矿的股就明显跑赢 对吧 然后这里面就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币价的上涨 基本上因为他们的就是产量 就产的那个成本是基本上不变的 所以任何币价的上涨呢 就直接就变成利润了 所以他这里用了那个Bara Gold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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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那个 例子 说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cost 大概是平均来说 是2019年的平均来说 是700 975 那个每盎司 然后那个时候的金价呢 是1400 对吧 然后他就有大概400多块钱的那个利润 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 那个他的成本基本上还是一样的 然后呢 但是金价就涨到了1748 所以就多了大概300多块钱的这个这个利润 所以就让他的整个就是说市值就往上涨了 对吧 所以他说这里说那个Bara Gold 他增加了他的operating cash flow 80% 然后他的那个free cash flow 把151 所以为什么他的市值就涨了 就是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原因 好吧 然后我自己也去找了这样的一个走势图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是2008年到2012年11年左右的一个走势图 这里下面是那个黄金哈 那黄金金价 然后GLD是那个金的那个ETF 然后呢 那个GDX 这上面这条蓝线呢 就是那个一个挖金矿股的那个ETF 你看到挖金矿股在这段时间就是就是基本上是outperformed了就跑赢了嘛 就两倍2.6% 2.6%就是260%嘛 就是3倍左右 然后金呢就是就是100多 对吧 所以这是跑赢的 然后这一轮牛市也一样啊 我摘取了2016年到20就是到现在大概这个位置的牛市 你可以看到他的中间比如说在这个牛市的这个部分 比如说2018年到2021年的这个这个阶段2020年这个阶段的话 他是他他他的涨幅你看这个写率明显比这个要高嘛 所以他这里是跑赢的 然后等到那个黄金进入了这个盘整期这么几年的盘整期 那么矿股呢就表现的就比较差了 那他就是往下跌的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就是有一波就是说牛市里面他涨的比较凶 这是一个就是矿股和金的一个一个特点 对吧 但是我还是要必须说一句 这是我们观察的特点牛市是这样子 但是那如果拉长时间来看是怎么样子呢 那我这里就拿了就是说这是那个GLX好像是那个就是他诞生以来吧 就是矿股这个ETF诞生以来和金价的对比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你拉长时间来看 从08年一直看到24年的话 那显然是黄金是这个是更好的标的 然后然后矿矿呢是不太好的 所以长期来说的话呢 就是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长期来说呢 持有呃标的本身要比持有就是这些挖矿都要好一些 这也不是那么难理解 就是说因为他们这里有生产的费用啊 然后有不停有有扩张的费用啊还有一些就是风险啊地缘政治啊乱细胞的风险所以他们风险高一些 这是金价的情况好 但是我又去想了想 那还有什么跟这些就是说大众商品啊 还有挖矿谷就是说类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合 然后我就想到了石油 虽然这个类比不是很很很接近哈 但是因为石油是毕竟是工业品 你你家有要用油 塑料我们生产的时候各种都要用油 所以它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还是值得就是说观察一下它它它有什么变化 所以我后面就去找了啊 你看油和那个能源板块 XLE是能源板块吗 XLE是能源板块 WTI和XLE他们90天的rolling 那个就是他们的相关性 对吧 从1999年到2019年 他们的相关性整体来说就是0.5左右 0.5左右 所以其实相关性很弱 就是这还是让我挺吃惊的 所以就是油和和那个那个油价和那个能源股的相关性还是挺弱的 那我们再去看走势图 可能有可能看出什么样的就是说啊规律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是我我照摘取的XLE啊 它诞生的时候这个时间 就是能源板块 然后然后XM Mobile和Chevron这两支最大的那个美国最大的那个那个油气公司 你看到如果说从XLE诞生以来这个2000年左右的话到现在 那油价还是跑赢了那个那个油股的 就油价跑赢了油股 跑赢了能源股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观察 所以就长期来说好像说标的本身还是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但你看到就是说油价的这个波动 要明显要大于油股 明显要大于油股 那么这里面就跟那个可能跟我们那个矿股又不太一样了 它明显大于油股 是不是因为它的因为它的生产 然后它能产生现金流 它的现金流的相对来说比比较稳定 所以说它的那个那个表现比波动率比较小呢 这是我大概的一个一个想法 那我们就可以看看那油股有没有跟金一样 就是说在牛市里面表现的更好 然后在熊市里面表现更差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到就是这里我是摘取了 这个就是007到08年那轮牛市 就是那个油价到140那个那个那个位置 然后你看到这在这个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呢 你看油价跑了170% 但是那几只那几只油股 就是就是一点都有就一点都不怎么样 对吧 那个能源板块最好涨了43% 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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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veron29 Examobile只有16% 所以就远远跑输了就是油价本身的那个那个那个涨幅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来看看 就是说我们来看看一个熊市的情况 就是油价下跌 这个跟上面那张图是一样的 就是这是这是到了那个08年的那个夏天 对吧 然后这里就是08年的末尾 就是说它快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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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下来的情况 然后它跌下来情况 你可以看到 他们反而跑赢了 就是就是油股跑赢了那个油价 所以就是说在熊市阶段或者在就是说在盘整阶段的话 感觉是说那个油股会跑赢那个油价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观察 然后你也看到就这个这个在我们那个最近的那一次 就是说那个就是油价那个暴涨暴跌的那个那个疫情前后的这个情况是最最明显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是2020年那个油价跌到负的时候那个情况 然后油价往上涨的时候 那个这些油股这些能源板块基本上没动 那就就就动的不多 他们都涨了一倍多嘛 然后油价涨了三倍 对吧 然后 但如果你从这个高点就是从这个高点或者是这个高点去看的话 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 就是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这个那个 那个 examobile 涨了22% 然后能源板块涨了12% 然后雪范然是跌的 但是起码都跑赢了那个那个标的的价格 跑赢了油价 对吧 也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2020年2022年的时候 那个能源板块表现的最好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一个现象 所以就是说在如果说这个标的的那个 那个如果就是说如果这个标的可能是有用途 然后这些公司可以不停的产生现金流 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就是说抵御的作用 这是这是一个可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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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思考的一个点 然后看看我们的就比特币挖换股有没有一些类似的特点 就是它会不会就是说牛市的时候跑赢 然后熊市的时候有油价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它在盘整的时候 它反而因为它能够规模扩张 或者是能够获得更大的现金量 或者它分散化它的业务 所以它其实它的抵御风险能力会更强一些 因为现在很多其实矿股他们都进居了什么AI计算 高性能计算或者是其他一些其他的就是说 营收来源跟比特币没有特别大的关系的一个一个零售来源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会让它更有抵御能力一点 这是我们可能需要注意的 好那么聊完这些就是就是这些都是和比和矿股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来看看和矿股 就我们直接来看看矿股 就是比特币挖矿股的情况 好你们开到这张图 这张图是我拿着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牛市的低点 就是我们这个2020年2022年的底的这个低点 然后做了这么个划分 这个图看起来很乱 但是我刚才大家讲一下 就是蓝线到这个白线的基本上是一轮 就是大的那个涨势 就大的一个拉升比特币大的一个拉升 然后白线到这个红线就是一个盘整 我们叫distribution或者一个盘整 或者是一个就是说就是还涨的一个一个状态 然后然后一个红线呢到回到蓝线 就是一个下跌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看到涨得很快 然后就盘整 然后就下跌 涨得很快盘整 然后就下跌 然后这里可能这里可能算是盘整吧 但是但是但是就是为了为了为了就是可能不太严谨 但是大概意思大家知道 然后这里是那个上涨盘整上涨盘整下跌 上涨盘整上涨 所以大概是一个这么一个一个走势 所以如果你按照这样的一个走势划分的话 然后如果你在把矿股的图放在上面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有一个很神奇的发现 我这次拿了那个矿股的ETF 那个WGMI作为一个更综合一点的就是说标的 要不的话就很难很难看懂 你看到这张图你仔细看一下 你就会看到一些规律了 你看到就是说在大涨的行情里面 比特币和矿股还是相关的 比较就是涨的还是比较同步的 相对来说比较同步 你可以看到蓝线和白线之间比较同步 但是马上让你一扎 让你一眼前就是就是马上能关注到的就是说 在盘整时期比特币一直就是跑的比较比较猛 最明显就是这两个阶段 你看这两个阶段 就是这个白线到这个红线之间的这个阶段 就是在二三年的那个七月份那个阶段 也是我们所有矿股的一个阶段性高点 对吧 这是个阶段 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去年年底的那个阶段 也是暴涨了很多 对吧 但是你可以看到不止这两个阶段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看到这里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在在三四月份的时候 这段时期那个矿股也是跑赢了的 然后在这段时期那个也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或者是年初的时候 矿股也是跑赢的 就这个幅度比较小 所以到底跑赢多少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所以这里是那个第一个部分 就是说2022年的年底到2021年年初 大概是一到二月份的的的的时候 那么一到二月份你可以看到比特币 如果从它的就是白线开始到它的高点 大概涨到8%左右 但是矿股从它的白线开始到它的高点涨到17% 那么这也就是个两倍的涨幅 也就是说它还是有这么一个杠杆的效应在这里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下一个时期 那下一个时期就是那比特币 就从这里就是三到五月份左右 那比特币在这里如果涨到高点的话 涨到15%左右 那是那矿股涨到41% 也就是一个2.5倍左右的一个情况 2.2倍到2.5倍的一个情况 对吧 这是当时这些时候 币价还相对来说比较低 然后等到币价还是高的时候 它的outperformance就开始变得比较的明显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7月份和12月份的情况 7月份的话 比特币基本上没动 就是从低点到高点的话 就涨到7%左右 然后其实基本上就在盘整 然后这里就直接涨到50% 矿股就涨到50%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ratio 这个比例是多少 这个是50除以7了 你就相当于可以相当于超过5倍了 超过5倍 6倍到7倍左右 749对7倍左右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就是说这里虽然在盘整 再往上挪 然后比特币从白线到高点的话 涨到10% 但是整个矿股涨到58% 也是一个大概5倍左右的 5倍6倍左右的一个outperformance 所以说其实它还是有的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要等到 这个白线和红线的出现 我们的矿股可能才有机会 就是真的起飞 但是有个特点大家可能会发现 就是说从 如果你看最近这个走势的话 这个背离 你看这个岔口 就是矿股在往下跌 然后比特币在往上涨 这个岔口 分岔是其实挺大的 然后之前有没有出现过呢 其实概率不是很大 但是还是有的 你看到就是说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 我们上面这个大一点的图 这个大一点的图 你看到这里是有一个小点的 对吧 就是那个比特币在涨 但是它在下跌 然后我们还看看还有没有 好像就没有了 这里也有 这里就是比特币基本上没动 但它在下跌 所以我们所以所以还是有 就是这样的一个背离的情况 但是有这么大的分歧 其实是应该说是 起码这轮周期里面是第一次见到 那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 看一下就是说 一个情况 就是说你看这里 虽然下跌了13% 就是这里是矿股 矿股下跌了14% 然后比特币基本上是在盘着 对吧 但在后面 这一步拉升里面它又追上去了 所以有可能会是一个情况 就是虽然这步拉升没有跟上去 但是下面那步拉升有可能跟上去 这也是有可能的 然后我们也完全 然后我们如果再去看一下 这段时间矿股的走势的话 这也不能完全怪 就是说完全说它已经完全背离了 它可能是打了个时间差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你看这里 如果我们看那个我们从一月份的时候的涨幅 矿股的涨幅就涨得非常好 你可以看到它从这里 这个如果以这个为零轴的话 那它涨了60% 这个时候同期的比特币就涨了25% 所以这里也是一个两倍的一个杠杆的一个情况 它只不过是在这一段 就在这一段我们从我们比特币从25涨到65 这一段可能30%左右的涨幅40%左右的涨幅 矿股没有动甚至还有点下跌 然后跌回了可能就是说30%左右的水准 所以大家就会感觉到 这个很难受 很难受 但其实因为是之前可能已经提前涨过了 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一个distribution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资金在流出的一个情况 然后等到比特币开始盘整的时候 那是不是资金就又回来了呢 对吧 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概率能够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对于矿股来说还是挺有信心的 就没有觉得就是说因为他们这次没有表现的不好 所以就觉得要把他们放弃掉 然后最后一个我想提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看法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大牛 我们的MicroStrategy的走势 你可以看到它简直就是风里一样 一下子涨到了1300了 对吧 1300 然后它涨了154 然后这个黄线是比特币ETF 就是BlackRock Ibit的ETF 你看它完全就是它的三倍 就是等于说三倍杠杆的比特币ETF 对吧 那么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就在于就是说 那MicroStrategy会不会回调呢 其实我有个想法 不知道 就是分享给大家 看看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 就是就是那个 MicroStrategy现在有大概19万个Bitcoin 然后我们的BlackRock的ETF 现在按照这个计算的话 大概是170个 也就是说它已经和MicroStrategy很非常非常接近了 我相信再过两天 两三天它就超过了 那么如果BlackRock的ETF的比特币持有量 一旦超过了MicroStrategy的话 那MicroStrategy的优势在哪里 会不会这个时候就之前就开始从MicroStrategy里面跑出来 然后流进那个比特币的ETF 对吧 或者说它跑出来 然后它去买那个Miner 对吧 这个是可以去考虑 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一旦就是说 Bitcoin ETF的那个比特币持有量 只要超过了MicroStrategy 这个说MicroStrategy的一个投资逻辑 就可能会受到一个严重的动摇 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个回撤的可能性 所以这也是我们可能值得观察的一个点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让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